向风而行是由王凯、谭松韵、刘畅、周琪琪、领衔主演、燕子东、刘军、波子成、李建逸、程太深等 特别出演的一部关于飞行员的都市群像剧 该剧一开播便好评如潮掀起了一股全民追剧的热潮 在剧中王凯饰演的顾南亭更是成为了无数观众心中的完美男人 顾南亭自律又善良、认真又严谨、开明又公正 只不过顾南亭做任何事都不爱解释 给自己和女主承销之间造成了很多的误会 不过顾南亭这个男性角色还是很有魅力的 给很多观众带来了愉悦的视觉享受 而刘畅饰演的倪战跟顾南亭的性格截然相反 她微柔体贴、善解人意、重情重义给了女主很大的安全感 燕子东饰演的宋宋可以算是全剧的搞笑担当 不过面对飞行,她却很认真又有独特的人格魅力 除此之外,刘军饰演的江涛这个角色 也为向风而行提供了很多有趣的看点 既然以上四位男主性格迥异 那么他们最终会迎来怎样的结局呢? 向风而行四位男主结局 顾南亭圆满送送逆袭,你占遗憾 顾南亭在工作上可以说是全体飞行员的标杆 她技术高超,态度认真,把安全意识融入了自己身体里 在她的带领下,飞行部越来越好 但是由于顾南亭不苟言笑,不懂圆滑 跟同事之间的关系比较尴尬 导致她一直都是飞行部的副部长 而女主承潇的出现彻底打乱了她的生活 承潇自由洒脱,个性突出,跟顾南亭格格不入 但是,承潇的与众不同,也温暖了顾南亭的心 最终顾南亭在承潇的陪伴下走出了女友趣事的阴影 重拾爱情的美好 至于工作上,顾南亭最终凭借着自己的实力 成功晋升,实现了事业与爱情的双丰收 江涛是一个公于心计,处世袁华,思想封建的飞行部部长 一直都看不惯顾南亭的为人 但碍于顾南亭的实力,便多次讨好顾南亭 但是对于女主承潇,江涛却心存其事,认为女飞行员不靠谱 最终,承潇在顾南亭的教导下实现逆袭,让江涛刮目相看 而江涛最终及时醒悟,主动让弦 向上级推荐了顾南亭和承潇 倪战是一个机务部部长,虽跟顾南亭的工作理念不合 但是他和顾南亭都工作非常认真 在工作上,倪战一直默默守护着飞机 在爱情上,倪战更是以哥们的身份,默默守护着承潇 最终,倪战以玩笑的方式告白,被承潇委婉拒绝 最终,倪战主动放手 宋宋这小子简直就是一个八卦小能手 不仅看出了顾南亭对承潇的不同 也感受到了倪战对承潇的情意 因此,宋宋便多次助攻倪战和承潇 结果阴差阳错逼迫顾南亭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但宋宋自己的爱情却很坎坷 像舔狗一样小心翼翼维护女友的感受 却因工作的缘故,跟女友据少离多 最终,女友跟别人跑了 不过,宋宋还是出现了意外之喜 最终竟然跟承潇的闺蜜下致成为了情侣 也算因祸得福 在这条路上 我看你如果只是成功 不过,你能够帮变得更容易 我承潇的